说起回合之策略战器游戏 相信有不少玩家都是这类游戏的忠实粉丝 尤其是对于经历过上世纪末主机游戏黄金时期的老玩家来说 各种不同画风和玩法的成作评出 本期我们就来回顾10款最经典的战器游戏 如果你是一位新玩家想体验曾经的辉煌 那么接下来这些名字是一定要玩的 第十位 西游记 这款游戏出现在榜单可能让人觉得意外 光荣公司除了众多题材SLG外 1999年末在PS主机推出的回合之战器玩法西游记 根据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古典名著小说改编 游戏玩法抢了45度角克旋转3D场景 配合简单易上手的经典玩法 尽管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魔改 但是多个精心设计的角色对玩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同时在关卡设计上下了很大功夫 将小说中取经之行历经众多磨难 通过多种地形的手段展现出来 再加上五行属性 神兽变身 隐藏宝物等玩法 让玩家有了丰富的策略体验 本作没有一直到其他平台 是PS原创独占精品之一 之后也没有续作 在这份榜单中可以说是名气不大 但表现优秀的代表 第九位 光明力量3 世佳系主机给人的印象 是为一只阶级而设计 像RPG SLG等文字型游戏 在这里似乎亮点不足 但在32位主机大战 曾经的双雄之一SS主机上 也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战绩经典 这就是以三部曲形式发出的光明力量3 游戏讲述了宏大的故事 三集内容各有张CD独立发射 分别以帝国剑矢 皇家王子 流浪傭兵 三个不同阶层的人物的视角展开剧情 每一部都可以独立游戏 不过将三部连起来 才能真正体验整个世界观 同时还能继承潜作的进度 本作的基本玩法 采用了3D画面向的回合之战斗 武器熟练度和角色友好度 都让玩家有了丰富的成长乐趣 优秀的整体表现 使其成为了SS主机 为数不多的原创战旗游戏 始至今日也没有推出移植重制版 令广大爱好者颇感遗憾 第八位 泪指轮传说 尤特纳英雄战技 这款PS主机生涯默契的作品 在一众战旗游戏中 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 既和经典系列一脉相成 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原创作品 制作人家和赵三 凭借火焰文章系列的优秀表现 赢得了众多玩家追捧 但由于种种原因 导致最终和任天堂分手 自己组建了全新的团队 开发本作 在经历了和劳动下 多年漫长的官司后 这款被认为 是将系列传统及大成的战旗作品 终于出现在玩家面前 内只能传说 无论画风和玩法 都让长期来火焰粉丝倍感亲切 同时超高难度的硬核风格 也劝退了不少新玩家 以平面网格为基础的 移动战斗核心规则 人物职业成长和兵种组合 移动路线和攻防数值计算 武器熟练度 道具店 隐藏人物的元素 都吸引了大量喜欢挑战的粉丝 39万大的销量 表现不俗 在当时游戏普遍追求休闲化 娱乐化的大潮下 加赫赵三坚持传统的傲骨精神 给我们留下了 可以永久回味的佳肴 第七位 《前线任务4》 《时刻威尔记下的前线任务》系列 是战旗游戏中 为数不多 采用贴近现实世界观设计的作品 整个游戏世界 以真实地球环境为原型 各方势力设定 都可以在当下世界中找到影子 对于战争的残酷性表现 是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 也是这个系列标志性特色 《前线任务4》 在经过前几作的发展之后 拿到全新一代PSR主机 大幅提升的硬件性能 使得游戏画面表现有了质的飞跃 男女主角双故事主线 吸引设计非常吸引人 系列经典的机体部件组合 仍然延续 新增了多种属性武器 和无差别地图炮范围攻击 都给了玩家更丰富的策略选择 尤其是多人组合攻击的另一个系统 让以弱胜强成为了可能 本作可以说是整个系列的巅峰 全球54万套的销量可谓优秀 第六位 《超级机器人大战F》 演技场的《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 有着30余年悠久历史 至今仍然坚持推出新作 入选本期榜单是理所当然的 在游王数不胜数的众多作品中 最有代表性能 莫过于具有分水领异的 《超级机器人大战F》 本作出现在32位主机 鼎盛时期的SS和PS主机 大容量光盘 让开发者有机会加入动画和语音 当时人气超高的 新世纪福音战士等 众多新机体加入 让游戏的内容规模 上升了好几个台阶 最终与《机战F》 和《机战F》完战片 先后独立发售 两者相互独立 但有前后关联 当然绝大多数粉丝 都选择了从前篇开始 在完战片中继承记录延续 《超级机器人大战F》 与后续星座相比 游戏难度明显偏高 整体风格更偏向 传统银河战棋 被很多人认为 是系列真正的巅峰 在此之后的 《机战游戏》风格 有了很大变化 更多的机体 更华丽的画面 更低的难度等特色 吸引了大量 非战器爱好者 而像《机战F》 这种老派纯粹的体验 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第五位 《三国志因解传》 《三国》题材 可以说是游戏文化中 永久的热门 光荣公司品系三国志 开创了历史题材 《策略而法》的新高度 在此之后 又推出了 回合制《策略而法》的 《三国志因解传》 原本是作为 外传性质的实验作品 没想到身上玩家欢迎 之后又推出了 《孔明传》 《毛利远秀》 《志田信长传》 《草草传传》等续作 成为了单独发展的战机系列 游戏根据玩家 熟悉的《三国历史改编》 设计了多个场景 丰富的关卡 以及丰富的人物养成 和兵种宝物的内容 各种地形 对不同单位的影响 以及灵活使用策略 扭转战局 让玩家在每次游戏过程中 有着不同的体验 很多人一遍又一遍通关 玩得乐此不疲 本作当年在PC SFC SS PS等平台 广泛流行 后来还有爱好者 推出了修改版本 时至今日 仍然是战器游戏中 不可错过的经典 第四位 《皇家骑士团2》 在战器游戏的发展历史中 这个名字 是绝对绕不过的经典 在此之前的作品中 这类玩法给人的印象 是画面浅漏 且难度高 不容易上手 然而天才制作人 宋远太极 带来了颠覆性改变 首先在画面表现上 利用45度视角 和方格台阶式地图 在当年 没有多边形技术的条件下 实现了不同地形环境 和高地杀特色 此外 众多可使用角色和NPC 让玩家有了丰富的故事 和成长体验 最后便是宋远太极 亲自打造的世界观 小说式的剧本 原本为创造多部游戏设计 独立的群岛 三个民族 曾经强势的铁腕领导人 这些吸引人的内容 都来自制作人 在东欧地区旅行 受到的启发 熟悉历史的玩家 可以在现实世界中 某地区分裂内战长的原型 玩家在游戏中 有着极强的代入感 对人物和故事 更是有着深挖掘的动力 本作最早在SFC主机推出 销量达到71万桃 随后又一直到SS和PS主机 前不久更是推出了重制版 民族的魅力可见一斑 第三位 火焰文章圣战之戏谱 尽管前面提到了累质冷传说 但是在战器游戏里程碑中 火焰文章正传作品 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系列众多作品中 当年被玩家研究最多的 莫过于1996年5月 在SFC主机推出的圣战之戏谱 本作在远超以往的庞大地图基础上 构建了丰富的人物和故事 山地 森林 雪原等多种风格的场景 组建了整个世界 玩家有一种 亲生参与冒险历程的感觉 当场人物多达几十人 关系错综复杂 包括数代人的恩怨清朝 游戏继承了系列传统的高难度设计 丰富的养成和收集元素 让人有足够的动力重复通关 游戏是传说中12位圣战士损武器 成了玩家梦寐以求的神装 游戏受限于只有3Mb的卡带容量 以及任天堂对开发周期的要求 核心制作人佳和赵三 有很多想法未能实现 从此也和任天堂展示分歧 为后来离开单杆买下了伏笔 第二位 梦幻模拟战2 对于经历过16位主机MD的国内玩家而言 本作可以说是当年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 游戏采用的回合制策略 加主线故事剧情集合玩法 经典的步兵 骑兵 枪兵 相生相克规则 以及指挥官拥兵强化系统 都让那些从未玩过战器的玩家 可以轻松上手 同时关卡中大量对话内容 也让故事表现得非常煽动 有效避免离往同类作品 沉闷 枯燥的感觉 梦幻模拟战2最吸引人的元素 莫过于原画室 气缘致致创作的众多人物形象 它对角色造型特点的细致刻画 在当时分辨率不高的16位主机方框中 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可以说支撑起了整个游戏半变天 除了16位主机MD和SFC外 本作之后还在PS、SS、PC等多个平台推出 国内还推出了PC简体中文正式代理版 同时二代也是系列巅峰 之后由于核心团队离开 导致后面的续作远不如前 让这款游戏成为了绝唱 第一位 最终幻想战略版 作为游戏史上较量最高的回合制战器游戏 本作终于让这类玩法 迈入顶级大作的殿堂 松远太极推出《皇家骑士团2号》 为了实现更大的创作目标 加入了史可威尔 将自己精心打造的回合制策略玩法 和最终幻想系列世界观相结合 打造出了最终幻想版《皇家骑士团》 游戏15世纪英格兰内战为原型 利用PS主机的3D多边形技能和大容量光盘 让多种地形为基础的关卡 表现更加细致 玩家可以通过旋转缩放的手段 研究战场制定策略 配合C级动画交代剧情 让人有了电影化游戏体验 陆星鸟克劳等等史可威尔经典局色的加入 也给本作增色善惰 巨岸人和眼田匡志创作的背景音乐 时至今日仍然被奉为经典 最终游戏取得了245万套销量 之后在PSP、OS等平台推出了重制版 如果你只想玩一款战器游戏 那么最终幻想战略版是最佳选择 战器玩法曾经涌现了众多经典作品 尽管很多都已经淡出了人们视线 但是给玩家带来的精彩回忆 却令人难以忘怀 以上这十款游戏 就去哪一步才是你的最爱呢 如果你还有其他想玩的游戏类型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每周盘点推荐一些好游戏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